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真的看不懂 也可以拿起手机 打开相机 用Google即时翻译的7788 小品游戏关卡不多 但是每个关卡都会有星级评分 越快速通关就会有越高的星级 有人认真看剧情的情况 游戏时数大约一个小时就可以全播 我是因为习惯把对话念出来翻译给观众 还有特别解满收集物和一些成就 才会玩到两个多小时 以下会开始介绍这支游戏 以及游玩后的心得 还没订阅我的人赶快先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有芯片上架的时候才会有通知哦 The Wear Cleaner 战役狼人清洁工 于2024年5月8号上市 由Hawling Hawks开发 并由USC Games发行的休闲小品游戏 而USC Games 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所经营的游戏发行品牌 目前在Steam上有459篇的99%极度好评 玩家扮演的是清洁工Kyle 为了努力工作缴房租 所以在Hawling Hawks公司内当清洁人员 平常还有位警卫好伙伴Daryl 开始游戏关卡前 都会跟Kyle聊上几句 第一天工作相安无事 就是新手关卡让玩家了解基本操作 办公室环境等等 但是从第二天开始 突然被老板要求全体员工必须共体时间 无偿在夜间加班一周 别说加班费了 任何不配合加班的人都拿不到薪水 这个冠老板仅仅是用一封email 就下达了如此惨无人道的指令 但是身为一个七天后就要缴房租的色处来说 虽然很晴天霹雳 却只能任命乖乖工作了 如果不是为了五斗米折腰 那又要为什么而妥协呢 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但问题就是没钱啊 啊 为什么说到这里 我会默默留下两行清泪呢 虽然身为色处需要加班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Kyle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狼人 只要到了晚上就会变身 甚至在夜间加班这件事对她来说真的非常苦恼 万一被同事发现真面目就会不受控制的伤害同事 任何目击证人都必须灭口 接下来可以决定要把它吃掉或是搬运尸体 但是尸体即使能搬运 也有被其他同事发现的风险 而吃掉会出现大量的血迹和肉块 所以自己吃完的东西还必须自己清理干净 就像偷吃 哦 我是说吃完东西记得要擦嘴一样 否则万一被其他同事看到又要再寻款一次了 这些额外的清洁工作也会拖延到完全工作的时间 所以玩家要尽可能的在不被同事发现的情况下完全工作 为了领到一周后足以缴纳房租的薪水 只好豁出去了 玩家可以使用滑鼠左键 使用水管或吸尘器在家里环境 有时候看到超可怕的脏屋都非常怀疑这间公司到底怎么了 厕所怎么可以这么脏 竟然还有小房间进行过召唤恶魔的仪式 能用手上这墙底的水管和吸尘器解决的都还算基本的小问题 甚至公司内还出现一堆蛇啊老鼠这类野生动物 天啊这钱也太难赚了 竟然还要省点捕蛇捕蜀人员吗 要不是开要是狼人 可能吓到晕倒了吧 好吧为了围博的薪水 我忍 每个同事在工作时都有专注量表 在专注量表跑完的时候会离开座位走动去做其他事 所以玩家要观察每个员工的一举一动和专注度剩余时间 才能更容易的前行不被发现 或是在有吸过垃圾后可以丢纸团吸引员工的注意力 让员工紧纸团丢进垃圾桶借以控制员工的走向或让他离开座位 我们竟然是个厉害的清洁工 身上随时随地要有黑色垃圾袋都是很合理的事 这个垃圾袋不只是可以抓野生动物 还可以从后方盖同事布袋 诶应该说盖垃圾袋 只要靠近同事并盖住他的头就挡视线 就不用担心有目击者了 如果没有伤害同事就顺利通关的话 可以获得好宝宝奖章狼人徽章一枚 通关时间越快 获得的信心数就越多 关卡总共有七关一天一关 地图都是一样的 毕竟在同一间公司上班 只是难度和必须探索的范围会随着天数递进 在探索过程还可以顺便拿一些收集物 和主线无关 但是每个收集物都有自己的文本故事 就在办公室的各个地方都不难找 另外第五天有个街机可以玩 像是致敬小精灵的彩蛋 我是后来看到成就栏发现有这个可以玩才会去刷 总结一下 这支游戏我很喜欢也很推荐给大家 毕竟小品游戏难度不会太高 休闲娱乐短时间玩一下蛮愉快的 画风可爱 有动画展演推进剧情 整个游戏充满了黑色幽默 加班让我有点记事感 每天心虚的何景卫对话也是吸引我的要素之一 而且重点是免费 竟然有免费的独立游戏真的是太佛心了啦 直接加到收藏库绝对不亏啊 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帮我点个赞并分享出去 多推荐给一些可能对我的影片有兴趣的人 你的赞跟分享对我来说帮助都很大 最后简单供上下我自己 平常小美都在Twitch开实况 也都会有定期的抽奖活动 Facebook 粉专和Instagram 都是分享生活美教和实况预传的地方 第四群可以聊天讨论交流 Twitch订阅者的福利区也都在第四群领取 连结都放在下方资讯来了 你也有玩The Wear Cleaner 吗 有哪些心得想分享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讨论 喜欢小美的话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喜欢的影片按喜欢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大家拜拜